蒙特索利教学录影带 数学教育第二集 一到十的认识 以及实境未发 看过蒙特索利数学教育 第一集教学录影带之后 相信您对蒙特索利的 数学教育基本精神 已经有了完整的概念 从第二集开始 我们将正式走入 蒙式数学教育的具体方法中 在这集当中 将介绍蒙式数学教育中 一到十的认识 一到十是数学最原始的要素 所有数目字都从这里衍生 所以蒙特索利的数学教育 就从一到十的认识开始 在一到十的认识教学中 我们会利用各种不同的 蒙特索利数学教具 针对各个不同年龄层 幼儿的需要做设计 并一一做示范教学 在蒙特索利教学法中 教具固然重要 更重要的是 引导者操作时的方法 和使用心态 首先我们先回想 在第一集的概论中 曾提到感官是数学的预备学习 也就是说 在幼儿建构数学认知之前 它需先具备的条件 是懂得分辨 推理 归纳 等逻辑思考的方式 这些思考模式 将有助于将来 它面对真正的数学时 能正确掌握 数与数之间的关系 拥有思考抽象化的能力 在预备数前活动的内容时 我们可以分以下这七个项目 1. 配对 2. 分类 3. 序列 4. 秩序 5. 一对一对应 6. 空间方位 7. 无符号的量的练习 至于如何丰富各项目的内容 提高幼儿练习的兴趣 则有赖成人的智慧与诚意 接下来 我们真正进入 蒙特索利数学教育的说明了 树棒教具是针对三岁 或已经经过数学前练习 准备真正进入数学领域的孩子 所准备的 它是以 红 蓝 相间的方式 达成幼儿对一到十 与连续量的认识目的 也就是说 在设计原理中 我们让幼儿深刻地感受到 各庶民所对应的量是多少 也马上见到 量在形成时的连续性 进行时 最好选择在地台上示范 排列树棒时 必须注意都以红色开始 并且每一根树棒都要从一数起 教学的方式 应遵循三阶段教学法 使幼儿充分体认树名的意义 依序将树棒以长短排列后 再开始进行操作示范 示范时 老师应以清晰明确的手势 指引孩子如何触摸量 以及注重口语的配合 如 一 二 这是二 在触摸过程中 让幼儿感觉到量 以及量在累积形成互通量时的感觉 而基本示范时 也应遵循三阶段教学法 让孩子充分体认 树名与树量的结合 经由反复的练习 相信幼儿很快地 便能借由树棒的引导 初步认识一到十的数量 树名以及连续量的概念了 在树棒之后 我们可以延伸出数字卡 一到十与树棒做配合 沙纸数字板是由贴有沙纸数字的木板组合而成的 它是让幼儿明白一到十的树名和数字之间的关系 并且能够清楚字的书写方式 而这时 幼儿必须已具备了树棒学习的经验 进行时 教师应注意描写每一个数字正确的笔顺 同样要以三阶段教学法教导幼儿 再依孩子的反应 将教学材料做增减 并经由反复询问 以确定幼儿是否是真的了解 一 这是一 来 愿意请你做一次看看 这是一 一啊 很好 好 请你把一放在这里 很好 我们把它放上去一点 我们再看老师做第二个 二 这是二 来 愿意请你再做一次 这是多少 这是多少 这是二 好 请你把二放在一的旁边 现在我要请你指出来给我看 一在哪里 二在哪里 三在哪里 看我要随便翻开一张 看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它是多少 多少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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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好 二 二 你猜这一张会是多少 一 看看 对了 我 在示范完砂纸数字后 拖映时将白纸铺在数字板上 再以蜡笔 用力来回拖映出数字的线条 由于工作过程中 充满了惊喜和期待 常有孩子一接触此项工作 就全心投入 浑然忘我 线锤棒箱 线锤棒箱教具 是以45根线锤棒 和标明0到4 即5到9的两个数字箱 来加强孩子1到9的顺序观念 以及数量和数字的配合 最特别的是介绍0的概念 操作前应该事先检查 线锤棒是否为45根 以达到数量、数算、数字符合的 错误控制功能 可让孩子紧握纺锤棒 以触觉来感受数量的变化 及数量累进的具体经验 试办时 应先引导幼儿将棒箱上的数字 依序念唱 目的在于加强数序的记忆 并为下一个步骤暖身 试办数仿锤棒时 应由1开始 刻意跳过0 因为在正确对应 每个数字的数量之后 木盒中必会空无一物 于是0的概念 就出现在材料与示范过程中了 0的游戏的教具材料 有45个木直做的蛋 一个篮子 以及0到9可折叠的数字卡 藉着这项教具 我们希望能加强3岁半以上的孩子 对于0到9或1到10的范围内 数字结合的概念 在进行前 老师应事先检查 如果在游戏的过程中 有孩子拿错了先不定证 因为精确的木蛋数量 最后一定会显现错误 在这个情况下 可让孩子一起检验 自己取的量是否正确 为了加深幼儿的印象 这项工作可以变化练习 幼儿从变化练习中 可获得趣味性 而且从这过程中 可以加深他们对数量 数名 数字 三者具体的连结观念 精気 3 3 2 4 4 5 5 6 6